立法院的助理的公費助理的制度 還有入障程序 薪資的這個給付 還有秦嶺的時間序 其實是很嚴謹的 基本上就是直接撥入助理的戶頭 那委員根本沒有經手的這個可能性 那那個表格 剛剛講到這個秦嶺的這個專款 大概就是說他們有一定的薪資 然後可能有加班的時數 還有特休假 還有這個特休衛休的這個給付工資 這個其實因為過去在立院的這個助理 其實他們有工會 他們也針對工會提出來一些制度改革 大概都做了一些修法跟處理 所以我覺得剛剛談到的這些書面文件上面 我覺得大家都知道 應該是在權益上不會有所這個影響的 但是回到我們高委員當時 還有他們辦公室的這個助理之間 甚至他們的主任之間 怎麼會自己設置一個叫攻擊金的名義 這個我們真的大家聽到第一時間都傻眼 就是說這個 所有我們過去在台北市議會在地方 都聽到很多議員有可能這樣的情況就 人當入獄嘛 那我覺得這個高委員自己在 他的說詞也是變來變去 但是他說一開始說人家給他一個建議就這樣 那你自己作為這個不管你叫雇主 還是你是立法委員 你應該總之知道法律上是不行 他說是沿用李俊逸委員 對 那我現在也不太確定李委員那邊是不是有了 但是整個立院我們聽到大家都覺得很傻眼 那第二個回歸就是說現在這件事情 不要講勞動基準法的層次 因為他基本上已經走路施法 而且涉及貪污 涉及到這個比較是罪責的部分 但是剛剛看這個 剛剛這個亮俊議員講到的這個文件 就是說我們之前沒有細看起訴書 不過現在發生一個好像就是說 有九月也情領的這個狀況 八月離職九月情領 對 那這個部分我相信不是今天說 那個誰認罪誰認罪 你可能在程序上你真的可以脫罪 對 不可能 因為如果照這樣講 小兔也知道這個狀況 小兔自己在這過程裡面又執行這件事情 那這個事情說 這個雇主要負百分之百責任 那我當然同意雇主要負百分之百 但是執行的人跟過程中 小兔主任應該是資深的法 這個立院的同仁 對 那我覺得相對來講 這個他們之間怎麼會 就是說走那麼遠之後 發生最後這個爭執 大家都在這個地方上說 那這個都是高文元的錯 都是高老闆自己我不敢得罪他 其實在立院我們也知道 亮君也曉得 其實有一些資深的助理 其實是很有權利的 他們也懂得保護自己 或懂得說在很多做法上 他必須要去把他這個撥亂反正 或說一定程度他才去自我保護 所以我覺得現在這個事情走到今天 也不能說我們黨的這個各個幹部 跟我們的這個主席也都確認嘛 這個第一個已經是起訴案件了 所以在中平會就是先停止他的黨的 這個像中央委員的權力啊 還有一些他的黨職的部分 那再來當然就是說 如果真的是確定有罪了 那我想這個處理必須是要明快 畢竟我想這幾個月來 對於民眾黨的傷害確實是已經發生 但是我們不可以講說 在有限的資訊裡面呢 那直接就是說這個高委員呢 他已經是要完全被定罪 這個我們也都不敢講 所以我想各個節目討論 我們大概也知道 那能夠在盡有的這個 現在的程序裡面做一些挽救 或者是全黨不要落入呼籲人 這個是我們自己也必須要警惕的